接下来水管破裂造成社区公共分摊水费暴增 在细节的水帘山庄最近就发现漏水严重 以2000户来说一起两个月就漏掉将近2万公吨的水 实在惊人 所以21号上午预言审发会服务处就找来了水公司协助 要找出到底是哪里漏水 水公司人员拿着专业器材沿着道路检测要找出漏水原因 汐止湖前街的水帘山庄最近发现每户公共分摊水费暴增3-4倍 从原来的2-3度到最近一期竟然到了10-11度 以社区2000户来说一起就2万公吨的水这么白白浪费 两个月的分摊水费大概就是2-3度 那在上个月的公共用水度数突然暴增到有的10度有的11度 那这个是2000户来讲是2万吨的水 那漏在哪里现在不知道 所以我们透过张锦涛张主任的一个协助之下 那请我们自来水公司来做一个测漏 社区这边呢 它是用启动马达 然后把水打满的方式让水流通过 然后他们会去听这些撞击声 如果说有不同的声音 代表说它有漏水 那目前已经启动了它的自来水的马达 那开始全力运作 那他们主要就是要听那个水声 如果有漏水 他们的声音会不一样 所以他们是沿线要去检查 有没有不一样的声音 在结果成情后 议员审发会服务处也找来水公司人员现场会刊 当天就带着器材从社区大门口 一直到底下的加压站进行检测 从听水流的撞击声来判断有没有漏水问题 而立章也希望尽快的找出原因 以免水资源一直浪费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在张主任的协助之下 我们希望透过争取我们的那个进水口 是不是能够靠近我们自己的加压站的地方 减少这个水的一个输送的距离 那减少漏水的一个机会 公共分担的水费有暴增 那从第一期五度第二期四度到最近这一期十度突然暴增 那很明显的他们就觉得说 有可能在公共的管线这边出现了漏水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是赶快邀请自来水厂 来赶快来做一些干道的检测 那我们会从那个社区这边 到我们下面有一个加压站 会做一个自来水的一个减漏 从社区大门到底下加压站 希望当天简陋之后 如果发现问题能够及早解决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